威虎海牛那点是 组长 最近威虎的海牛又出来了 你感觉怎么样 我有点想入围 这个东西看上去挺帅的 又是玉胶的造型 你觉得可不可以啊 嗯 我知道 我已经到手了 跟你分享一下 那你是要听好的 还听坏的 有好坏之分啊 那先听听看好的吧 先听好的 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首先这款产品 价格378元 378元你能够拥有 玉胶造型的海牛高达 全身GK形象 看起来非常之复杂 那你要知道 378元 你连原版的GK套件都买不起 甚至于你想碰一碰MG海牛 也有点难度 所以这款产品的性价比 就提前出来了 随后呢 它又附带了合金骨架 它的合金骨架 能为它打下一个 邦邦硬的基础 所以当你拼装完成之后 它不是像GK一样 不能把玩 它还具备着一定可动性 这一套合金骨架 表现的还不错 起码它有那么大的背包 也能够支撑的起来 不会发生往后痒的情况 这一点就跟GK上 就拉开杀具了 它还带有一个成品炮 这个成品炮之前的价格 要卖到165元 你这么一听的话 这款产品是不是 算下来的价格 只需要200出头一点 就能拥有 还没完 它还附带了一个巨大的地台 能够让它飞起来 另外它还带了水贴 能够尽可能的呈现出 原版玉胶造型的 那些紧实标志 总的来看 是不是很不错 那再听一下坏的看看 你还想听坏的部分 我来跟你说一说 坏的地方有很多 首先是我拿到了这一款评测件 它的整体组合度 真的是我今年以来 碰过的算是比较拉垮的 首先一点 是位于它的整个头部 需要你好好修 里面的各种槽 其次 它位于脸颊两侧的散热口造型 做错了 这你受得了 大获希望它能修改 随后 就是位于小臂两侧的外甲 它的组合度 其松无比 需要用到胶水 接着就是在它的膝盖甲位置 也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当你按压下去 它会自动弹出 在它的后面背包位置 位于每个浮游炮的卡扣部分 你每一个桩 要把它原本的平面造型 削成一个梯形 才能够顺利的组装上去 它后方两个燃料管的连接件 白色的圆柱形零件 它里面的孔都没给你转出来 你敢信吗 还需要你手动的给它 转两个孔进去 如果是正常玩家的话 我觉得要转的两个孔 是非常有难度的 听说是大货中会修改 但具体还得以大货品质为准 如此稀烂的组合度 其实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大坏动态区 安排同款 来找一位天选之人 试试这一款的组合度 大坏动态区见 那么除了以上这几点糟糕的组合度之外 全程建议都使用凡士林 这样组装起来会稍微顺手一点 不然的话相当卡色 这手感真的是 妈妈的了 它全身的灰色分色 做的是过深了 使得整体看起来很奇怪 还原到原版的预焦造型 它其实有两种灰 一个深灰一个浅灰 但是很可惜 这款威虎的海牛 它只采用了一种灰 而这个灰就是深灰 只是它两个小腿部分 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并且在眼部 也没有做出分件来 是一整块透明零件 所以你想要表达出一个 凸显的眼睛 建议你得把周围的区域 给它用黑色的油漆给涂满 这样子才能把眼睛凸显出来 另外刚刚又说到的这个炮 这成品炮虽然很大 看起来很唬人 但它提供的支架是真的挺寒酸的 就这么小一个用于支撑 你说你都给到这么大一个炮了 为什么不在地台上面 开一个支撑壁 一个透明的支架 用于固定这个炮呢 连支架也没有 你的海牛根本没法举它 这就很尴尬 难道只能让咱们的海牛扶着它吗 那也太 你懂的啊 在它的外甲部分呢 虽然说有做出明显的刻线 这些线槽也比较深 但细看之下 还是会偏柔一点点 尤其是在每个零件的转折位置 没有那么的犀利 最后呢 就是位于它全身的分色 对比起玉胶的原色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就比如说吧 这个盾牌的两侧 完全是可以做成两个蓝色的分件来 但它此处是并没有制作 如果你想要完美的还原出 玉胶的原始配色来 还是需要很多的遮盖 以及部分细节位置的点缀 但它呢 也不是一无是处 它也做了一点 玉涂装分色来 就比如说在它的 浮游炮位置 这个玉涂装分色分的位置呢 还挺好的 算是它最后的一点倔强吧 那对于它的可动性表现 与原版的海牛高达 大差不差 在手臂 以及腿甲方面 留有大缝 那这些大缝呢 只对比一下原版的 玉胶海牛 它也有缝 只是没有那么的大 手臂位置的缝呢 是由于它的 金属骨架过粗的缘故 阿祖啊 那你觉得这款海牛怎么样 是否还会考虑入它 我 诶 那么换作是你 你会考虑这款 威虎海牛吗